我大孙子最喜欢吃蘑菇了 我飞了 蘑菇头你在干嘛快下来 哎呀你看我长翅膀了我会飞 危险蘑菇头 还有好多小鸟好多云啊 你快下来哪有鸟啊 你别拉我我飞不起来了 大孙子你怎么了 龙菇头你没事吧 是不是你推的我大孙子 奶奶不是我 是他自己从桌上跳下来的 一呼说他没事趴桌子上干嘛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一回来他就在桌上 奶奶我们先把他扶起来吧 不用你家好心 妈你干嘛推打呀 东北你看看蘑菇头 被这个死丫头推倒在地上 不是的是他自己摔下来的 他还说他有翅膀会飞 我有翅膀 这个蘑菇是哪来的 这是我今天跟路边采的 我大孙子喜欢吃蘑菇 妈你糊涂啊路边的蘑菇不能采 他就是吃了这个蘑菇才产生幻觉的 认为自己会飞 还爬到桌子上才会摔下来 这蘑菇怎么还能吃出幻觉呢 都是我的错呀 别说了咱们赶快带蘑菇头去医院吧 那里男生的反差感 上官后城同学 可以让我过去一下吗 啊 算了 我走另一边 我就不开戴耳机 都没听见他说话 刚刚他到底在说什么 不是 他有病吧 上官后城同学 你作业本还没拿 光想着回去打游戏 作业好像万败了 他应该一公月 应该能推上 哎小蛙 完了 还是明天到学校再补吧 哦 啊 这棍子又直又长 简直是我的梦中的情况啊 剪的棍子而已 应该没人发现吧 阿 昊成同学 他在帶你瞎 啊 昊成同学 我是来给你送贵本的 啊 谢谢你 bija跑一跑 你手上这棍子啊 我正打算丢了呢 对不起 我的小乖乖 晚点不一定会接你 白总再见 高晨同学不是想要这个棍子吗 他一定是不好意思说吧 我们先带给他 我的梦中情棍呢 你刚明明坐在这里的 是我与你无缘 第二天 给高晨同学你的棍子 这个棍子不错 给我弯弯 好想要啊 那是我的 那里男生的反差感 小花你用这个吧 你真是细心又体贴 好饿啊 今天起碗了早饭都没吃 小辰 我这有梨子 你先垫吧一下 谢谢浩晨 光吃梨子有点甘板 我这还有牛奶 浩晨你真好 浩晨好暖男啊 是啊 而且脾气也超好的 找公票 哎 那不是浩晨吗 走 去打声招呼啊 会不会玩射手啊 你脑子去装的是 这还是浩晨嘛 浩晨 你在听什么啊 不是 她怎么这样啊 谁手机响了 不知道啊 这不是最近很火的女团歌曲吗 嗯 不是我的 也不是我的 嗯 那个 是我的手机了 你说 我 我 我 嗯 浩晨同学 你计算机能借我用一下吗 给 你居然用粉色的计算机呀 哎哎呀哎哎呀 哎 哎 浩晨啊 你藏了什么好东西呢 没 我是不是藏了什么好漫画啊 待会儿大家给你的水千万别喝 为什么呀 她在水里下药了 肯定是为了保护我们 这丫头好狠的心啊 我们回来了 王奶奶 我们回来了 我给你们发了 大爷 奶奶 给你买个文具 你看看喜欢吗 对对特意给你买的 谢谢王奶奶 这是我特意给你们准备 不用了 我们不可 奶奶你们喝吧 喝得对你们身体好 老东西快喝 蘑菇头快救救奶奶 你这个魔鬼 蘑菇头你干嘛呀 蘑菇头你又在欺负大爷 不是的爷 是大爷要害我们奶奶 没错都没啊 打呀这个丝鸭都被我怀恨在心 在水里下了药 下药了我这条老命啊 好呀 你在水里下药了 别我没有 别你问他有什么用 人这屋子都在不能放过他 什么下药啊 我是看蘑菇头和黄奶奶最近感冒 给他们泡了感冒药 那你为什么不直说还要强迫我喝 奶奶你忘了吗 你自己说你最讨厌喝药了 不信我喝给你们看 妈你自己闻 确实是感冒药 奶奶对不起 奶奶冤枉你了 没想到你这么关心奶奶的身体 黄奶奶你就搭我一起去吧 我们一家人去留 你又不是我们家人跟着瞎操什么热闹 就是东美衣是我亲衣 你只是寄宿的 我们才是一家人 可是我已经连续做了一个月的家务活了 我也想跟你们一起出去玩一玩 你给我好好待在家里 待会你东美衣回来了 就说是你自己不想去 你这小嘴可别跟我说错话咯 奶奶我也想出去旅游 我保证会听你们的话的 你们就带我去吧 不能叫他奶奶 他是我一个人的奶奶 有本事去找你亲妈呀 当初是谁心事在那和我说 等大家来了 会把他当亲妹妹一样看待的 我不在的时候 你就是这么看待的 我们错了 像你们这么心狠的人 我就不该相信你们 这机票我就是撕了 也不会留给你们的 走 大雅 这次旅游我只带你一个人 大雅 别做家务活了 快来休息休息 磨骨头去做 好 这是奶奶特意为你做的 你尝尝是不是你喜欢的那个味道 嗯 不好吃 这是我奶奶 和奶奶不用客气 宝贝 还想吃什么让你一起去给你买 对对对 我现在就再去给大家买点好吃的 宝贝 别心疼你姨的钱 让她去吧 吃什么吃 一点眼力见都没有赶紧去干活 难不成还真让我大孙子干啊 对不起王大海 为什么不和你妈妈去国外 你来到我们家不走 是东梅一心疼我妈妈工作吗 主动是要照顾我的 喽 还敢跟我叫嘴 你今天必须给我离开小卖铺 等你东梅一回来 我就说是你自己要走的 华奶奶 你别赶我走 你赶我走了 我去到露宿街头了 你们住手 我不在家 你们就是这么对大鸭的 东梅 你咋突然回来了 你听我解释 别解释了 这个家确实有人要离开 我不是大鸭 而是你 东梅 小卖铺 我太苦了 我不想回小卖铺 东梅一 你别敢王奶奶 是我不敢来这里 给你们添麻烦 我不敢王奶奶 哎呀 大鸭总是那么善良 我应该听大鸭的 还是应该把我妈赶回乡下呢